人类的最终诞生是我们星球上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人类的文明史中有许多关于宇宙人类产生的记载和传说 从古巴比伦人的拉赫姆·拉哈姆两位大神 到古印度人认为的金银二分天地 从中国古文献中的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 到西方圣经中耶和华造天地和人的记载 都在向人们诉说着宇宙和人类的产生这样一个古老的不解之谜 然而现代人类基于直觉感官的认知 已经部门认同这些记载的真实性 一概将其归于神话传说和哲学理论 实证科学的兴起 使人们越来越看重人类所能触及到的宇宙现象 人类进化 证明了四十亿年的生命史为人类的出现做了全部生理上的准备 而这一进程的最后冲刺是大约开始于五百万年前 这时有一些灵长类放弃了动物的本能而以智能的方式去求生存 这当中许多常识都遭到惨败 那些介乎于人和灵长类之间过渡状态的生物灭绝了很多 但我们的祖先仍旧义无反顾地踏着失败者的尸骨前进 他们坚持用工具代替生理器官来使自己生活得更好 而工具的使用使他们的口腔逐渐的精致 并最终进化出了语言 显示了一个可以相互说话的动物在这颗星球上 一定是最终的成功者 就是进化到一半的东西 对对对 那么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呢 这个拥护进化论的人提出了一种叫做骤变论的理由 基因骤变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从猿猴到人呢 其实不是一天二天变成人 而是猿猴有一天突然间基因突变变成人 那更可怕 相当恐怖的 对对对 像个图室传说 你觉得 你坐在这儿去我感觉是什么 群才人 达人们自己其实也说过 最不符合进化论的人就是人类人 因为人有很多地方不符合 因为人类人 人类人有1997啊 没有被使用 按着进化论 没有被使用的东西就会被调腿 但是脑子却没有萎缩也没有疼 这就是 来越大 啊 叫苏美人 这个苏美人居住在现在伊拉克南部那个地方 伊拉克南部原先不叫伊拉克 叫梅索不达米亚 大概距今6500年 苏美人在那个时候就创造了西形文字 就是最古老的象形文字 然后他们还很擅长画壁画 画很多的壁画 还擅长雕塑 那么根据苏美人遗留下来的文献 他们的文献都是刻在泥板上 他这个文献记载里就提到 一个叫做尼比鲁的地方 他说尼比鲁那个地方 住着叫尼菲林人的这么一个人人庄 干嘛那么肉口 他就这么写的 尼比鲁这个地方 每3600年进入太阳系一次 哦 他不是地球人 苏美人没说他不是地球人 但是他就说这一个地方 每3600年会到太阳系的一次 他都到太阳系一次的 肯定不是地球人 反正人家没说他是外星人 尼菲林人还能活3600年 哇 好爽 反正文献记载是大概这样 这西秦就说 尼比鲁其实就是在太阳系之外的一个星球 这个星球按照它的公传回到 每3600年会到太阳系来一次 这个星球高度文明高度发达 但是开采过度 所以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已经无法生存了 他们如果想重建自己的家园 就需要一种元素叫做金 金子 金子 这么熟 就是需要钱 他们什么时候 他们就发现太阳系里边有个地球 地球上有金 所以呢他们就计划 在他们的星球呢 进入太阳系的时候 也就是最靠近地球的时候 到地球上来绝晶 来了之后呢 就在地球上各个地方发掘金光 所以我们的金子都被他们挖走 但是呢 挖金子这件事 是一件非常勤苦的事 尼非林人呢 自己不想干 所以呢 他们想出去招牌 就是呢 他们想用自己的基因 和当时地球上的一些物种 或者是他们自己 形成一些物种 进行组合 形成一个新的物种 而这个物种呢 是具有一种智慧 又发挖金子 于是呢 他们就尝试把自己的基因呢 与老虎 与狮子 与狼界都已经结合 于是呢 就合成了 狮身的变相 就合成了一些 大家可能看到 古代壁画里面 有些狼头 人身的那些人 是不是啊 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你在用的 就是他们当初实验的结果 你这么说 很可惜 对 最终呢 他们实验出一个 最成功的产品 就是人 他们觉得这个人很完美 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 于是呢 他们交给人来制造工具 制作建筑 帮他们的绝境 但是 他们能造出人的数量有限 数量太少的话 也没什么用 于是呢 他们又想了一招 就是造出一个男人 造出一个女人 让他们自己能够繁衍 人如果能自身繁衍的话 那数量越来越多 挖金子速度不就快了 就是 对 这就是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